肚子痛啊,鱼也是有不同的病 所以我们要懂鱼是什么病 我们要讲医那个病 鱼的身上容易长寄生虫 定期给小老虎般冲凉 可以起预防作用 方法是在淡水中加入药物 让鱼儿浸泡 鱼会不会饿 不是代表说每天喂鱼就是好 有时喂太多鱼也是会病 喂太少鱼也是会饿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鱼 更是要经验 跟时间上我们要学 每天一定要学 不是说我们学会了 就是我们就很好了 因为世界上一个东西在变 鱼苗每次也不同的种 鱼也是水也是不同的水 每天会还 所以我们要每天去学 浆磨养鱼 来云的鱼场也采用传统方法 利用灯光照明捕捉海中鱼儿 作为饲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